日本歌集《暗示奈美惠》去年9月正式蜂麦引退,让不少死中歌迷同心不舍。 如今蜂麦的背后原因,在20日晚间日本播出的纪录片《暗示奈美惠》最后的告白揭晓。 这是她引退前最长时间的专访,当中还谈到与小智哲哉的相遇, 和事业整整日上人生的诸多考验,并提到了决定引退的契机。 《暗示奈美惠》透露,她的身带在7年前受损,因此感到忧虑, 身带可能也达到极限了,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发生。 对自己的喉咙感到不安,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, 就是希望留给歌迷一个良好状态的《暗示奈美惠》的回忆。 节目最后,《暗示》也表示,出道25年从未后悔。 14岁出道的小女孩未曾想过可以借由音乐走到40岁,真的是奇迹, 并再次对爱她的大家,表达了感谢之意。 非凡娱乐这里报道。